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根据考古它发现的地层堆积来判断 陵园地区在修灵之前 原始地貌基本成东南高西北地的山前缓坡地形 陵园所在的接地南部有多道山间玉口 每逢下雨 山洪爆发 地表净流会一泻而下 形成多道冲钩 势必会对陵园修建造成影响 但是历经两千多年的冲刷 为什么陵园略各种遗存还能基本完整的保存下来呢 那是因为在我们看得到的地上和看不到的地下 都有着实际巧妙令人惊叹的组排水设施 秦师皇帝灵工程的设计者 在地面上采取了释放导流 排泄洪水的措施 在陵园和离山之间修作了一条防洪堤 使陵园南侧 自离山而下 原北由南向北流动的水流 改道而向东西两侧分流 从而避让开陵园主体建筑的区域 并在一定时期内对陵园地面和地下建筑起到了较好的保护作用 考古教授发现 防洪堤圆长约3500米 呈西南东北走向 防洪堤遗存现在仍保存着长1700米 它的宽约90米 残高2到8米 几身一上 夹杂着大量的沙石 河卵石 焊足而成 这条大坝支护了陵园 兵马用陪葬坑等 与秦世皇陵有关的建筑遗迹 这也就是《水经柱渭水》中所说的 水出离山东北 本导远北流 后秦世皇葬于山北 北过而驱行 东筑北转的一段话的来历 史记秦世皇本记中 郑义尹《尹观中记》也记载了这一点 说的是 史皇陵在离山 全本北流 杖使东西流 这里的杖便是防护堤 除了地面 地宫的走排式设施也是一项重要的改造工程 现在的勘探成果已经证实 秦世皇陵地宫的深度已经达到了地表以下30米深 而1970年到1986年 实测的陵区风水季节地下潜水埋藏深度约19到27米 枯水季节水位为19到28米 水位为东南高西北低 地下潜水沿着东南向西北方向的方向流动 而且呢 寝带的气候条件比现在要温暖湿润 地下潜水的深度呢 应该比现在要高一些 邻居目前发现寝带的水井有四眼 1982年 在封土西北角的内外成员之内 清理了寝带的水井一口 测的呢 当时的地下水位距现地比较深 约16米 此外 我们在秦世皇陵风土东南部的外侧 进行考古勘探时 发现了 在距现地比较深2.6 5.7 11 14到17 24.8到25.4 以及28.1到29米等不同深度分别发现了六层 玉砂石城 他们应当为修建地工时不同层位的地下潜水层 其中呢 三层呢 比较厚 相当于滤水层 就是来自离山方向的地下水 通过这三层的沙层 然后来到这里 这三层滤水层 正是史记秦世皇本集所记载的 地工修建过程中的川三泉中的川三泉 考古和文献资料 都向我们透露出 秦人在修建秦世皇陵地工的过程中 确确实实遇到了地下水 也就是说 地工修建的第一道难题 就是遇到源源不断的地下来水问题 怎么解决这地下水的问题呢 尤其是在2200年前 生产力和建筑技术并不发达的秦王朝 他们能做到吗 可以告诉同学们的是 寝代的科学家们 工匠们做到了 这个工程可谓是匠心赌运 巧夺天工 这些工匠建造了一套完整的地下主排水系统 让所有的难题都迎刃而解 也让全世界所有的工程专家都叹为观止 这个办法在文献中曾提到过 《汉书甲三传》曾记在秦宁修建时说 《下固三权》 《汉旧仪》中则说《固水权觉知》 什么是《下固三权》呢 这又是怎么样的一项矿古骑作呢 当时的人们通过在地工的来水方位开凿水渠 将地下来水引导出岭目附近 然后再排除出去 然后再将地下水旗严密的封堵起来 这个走排水工程长度超过一公里 分布在地工的东侧 南侧和西侧 我们发现了这个走排水渠 它可以将来自地工东南侧的地下水 源源不断的由水渠排走 当水渠的深度超过地工的深度 并且能够保证 外围来水不再进入地工时 便将这个挖开的水渠 用一种非常致密的清高泥封堵起来 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下固三权》 水渠的下部呢 是由厚达17米的清高泥 这是一种非常密实的土来航祖 上部呢 是由21米厚的黄土航城 这相当于在地工的东 南 西 也就是地下水来水的方向 修筑了一层高近40米的水泥大坝 2000多年过去了 这个工程是否还起得保护 秦伦地工的作用呢 经过本世纪初的乌炭考古 我们发现 距地标深30米的秦伦地工的底部 仍然处在相对干燥的环境中 而同样深度的地工的外部 却是保水状态 可以说 正是因为有了川三权 下固三权 这两个前后相结的两道工序 才有力地保证了 企业人的地工的安全 这个建筑防水工程 直到今天 喊在启发着人们 在今天北京长安街上 有一座巨型的标志性的建筑 就是国家大剧院 据说 当年挖地基挖到40米深的时候 来自于地基东南方 也就是人民大会堂方向的地下水 就开始源源不断的涌进来了 使得人民大会堂的地基开始出现问题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采取的补救方法 就是在巨院地基的周围 建了一圈水泥墙 把地下来水阻挡住 这个技术和理念 与秦陵地工的左排水系统 基本上是一致的 也请观看 我们观看 现在我们可以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